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2017年乔治亚州一起银行人质事件搬上荧幕 今天为大家点评惊悚片《破裂》 以下电影画面由Blicker Street提供 2017年7月7日 前海军陆站军人Brian Brown Easley 走进一间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 Marietta市的一间富国银行 告诉银行贵员自己带有一颗炸弹 但是他要的并不是抢劫银行 而是要银行向退伍军人事务部 取得拖欠自己的892元34美分 离过婚 但是有和前妻与女儿保持联系的Brian持两份工作 但要是得不到退伍后的残疾支票 将面临无家可归的命运 Brian在放走银行内的几乎所有人 留下两个高层人员 也拒绝职员要从银行给他会议这笔钱 Brian重申抢劫银行并不是自己的目的 他给电视台打电话 也和同样是退伍军人的人质谈判代表 阐明自己行动的理由 但是这类事件多数只有一个结局 电影根据真实诗机改编 导演Abby Damaris Corbin做的最佳选择 应该是请来英国演员John Boyega来演这个在身体和情绪上饱受创伤的退伍军人 Boyega曾经在星球大战电影中演出 之后也在几部剧情片中有突出的表现 Boyega是当今影坛中具有实力的新生演员 在这部影片中成功地使得观众 在不一定赞同他对症结的处理手法的情况下 能够感同身受 在一些官僚系统下 无奈而必须采取绝望的动作 电影使用几乎是实时的手法拍摄 观众和剧中人物有同样的经历 并会为这个绝望的角色打戏 算然结局在人们意料之中 要是引起人们对退伍军人在为国家贡献之后 取得的不平待遇 有认为是不公的感受 大概就是这部影片的最大成就 破裂Breaking 要国人反省国家对军人在退役之后 要以行动来回馈他们 而不只是一路来的口头敷衍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得强力推荐 电影下星期在湾区各地戏院上映